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接着来介绍这个磁力的另外一种作用 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 两个平行的长子导线之间 如果都通上电流以后 磁力的作用会让这两个平行的长子导线 互相吸引或者是排斥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介绍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磁力的作用 就是一个线圈一个平面线圈 如果给它通上电流以后 那这个线圈如果又摆在磁场里面 我们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那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看这个线圈平面 跟磁场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线圈本身是一个长方形的线圈 如果通到电流以后 每一个它的四边四个边的电流 都会产生磁力 那这个磁力会不会产生力矩呢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看这个 这个平面的法向量 它的垂直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如果它产生一个夹角的时候 那这个上面的这根导线 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线圈 上面这个部分的导线呢 产生的磁力方向是往上的 那下面是往下的 下面那根导线的磁力是往下的 所以它的旋转轴是在正中央的位置 那这时候呢 这个磁力 上方的这个部分的磁力呢 跟下方的磁力呢 对于转转轴来讲 都会产生一个同方向的磁力矩 那我们根据对力矩的定义呢 这个力矩呢 就会等于R close F 那这个F呢 当然就会等于I 那上方的长度假设是A 下面的长度假设是B 就是应该这样子讲好了 这个因为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是1 2 B 因为它是一个 一个这个平面线线的侧面 那它的长度假设是小写的A 那宽度呢 假设是小写的B 那长度 导线的长度呢 是A 对不对 上方这个长方形的导线 它的上方的长度是A 小写的A 那乘上F 就是这个F呢 会等于I I乘上A 这是 然后再乘上B 这是代表磁场 所产生的磁力 那乘上力矩的话 就是二分之一的B 这是R的部分 那再乘上Sine的C 就是上方的这个磁力呢 所产生的磁力矩 那下方的磁力产生的磁力矩呢 跟上方一样 所以乘上2以后呢 就变成它的面积 长温性的面积 那意思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线圈平面呢 跟它的法效量跟磁场 如果产生一个夹角 吸它角 而这个角度又不是零度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个磁力矩 这磁力矩的大小呢 就是看这个回路的电流 如果越大的时候 这个力矩就会越大 还有它的面积 这个回路的本身的平面的面积 还有磁场 只要这个角度不是零度 或者是180度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力矩产生 那既然有力矩产生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这个平面呢 在磁场里面旋转 那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电动机的原理 电动机的一个设计的 一个主要的依据 OK 那我们来看呢 假设这个 它的法向量跟平面 跟这个磁场 如果是平行的关系呢 我们利用这个下一个图例呢 来做一个说明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就是这个图形呢 代表的是 回路的法向量呢 跟磁场 如果是平行的关系 同方向 所以它这个 长方形的线圈呢 它上方的磁力跟下方的磁力 还有侧方的磁力呢 是互相抵消的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呢 它就不会产生力矩 那我们利用一个 立体呢 来说明这个磁力矩的产生的影响 我们假设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平面线圈 我们摆在一个 十个T的一个均匀的磁场当中 如果我们把这个线圈呢 通上一个电流 并且呢 这个平面呢 跟磁场是平行的 那如果是平行的话呢 就代表它的法向量 我画一个简图来说明 这是代表磁场 那平行的话 就是代表这个平面 是放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它的法向量呢 跟磁场的夹角 这个时候是90度 好 因此它所产生的力矩呢 我们一样就是利用I A B 然后再乘上sin的希塔 就可以算出它的磁力矩 那很明显 因为这个角度是90度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呢 这时候磁力矩绝对是最大的 我们就代进去来算 那这个电流呢 我们知道是10安培的电流 那面积呢 就是我们把公分化成公尺 就是0.5呢 乘上0.2 好 所以这个面积呢 刚好是 我们把0.5呢 给它乘上0.2 就变它的面积 然后再乘上磁场是10 所以算出来的这个磁力矩呢 刚好是10 10个牛顿公尺 那在这样的一个力矩的作用之下呢 就会造成这个回路呢 这个平面回路呢 在磁场里面旋转 在磁场里面旋转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电磁感应的部分呢 我们会跟同学讨论到 这样一个线圈 如果因为它磁力矩的影响呢 在磁场里面转的时候 那对通过这个回路的磁通量呢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就是它会产生变化 它会产生变化的话呢 会造成回路呢 本身呢会产生感应电流 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讨论呢 我们会在以后面的单元呢 会跟同学去讨论这个部分 那有关这个磁力的作用 就是它除了会让这个 平行的长磁导线互相接近 或者是排斥以外呢 如果它是一个线圈的话 它会让这个线圈呢 在磁场里面旋转 就它会产生磁力矩 磁力呢 对它所产生的一些效应 有关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